会给大家分享的哈 会给大家分享的 你们刚看的主要就是说 想给大家看看这个这样的风景嘛 跟他聊聊天是不是 就不要让我再卖了 这卖了我就亏本了 现在亏大了呀 现在还不是卖的时候 卖的季节 而且这边的鸡哈 它还有特殊功能 我小妹 你刚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它有什么功能 它会飞的功能 对 这个东西 翅膀硬了 会飞了 房顶上到处都是鸡屎 这一天 它能飞到很高 从很高的地方飞下来的 想买两只鸡 不了吧 鸡也没长大 鸡没多大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公鸡 我的天哪 你看 帅不帅气 哈喽 打个招呼 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听到没有 他已经打招呼了 他打招呼了 哇 今天收到了吗 何华金正阿姨说 今天已经收到我们的那个穿 四川贝母了 天妈都很好 哇 很好就行 很好就行 如果多少钱一斤 暂时啊 暂时不买 暂时不买 这个怎么说哈 都是一家人啊 都是一家人 如果说 卖的太贵哈 你们吃的也不划算 卖的太便宜了 郑小弟也挣不了钱 所以说 嗯 先暂时就 不说这个吧 以后如果说有机会 给大家送一些 给大家送一些哈 哇怎么 哇 哇 很多家人看到这个鸡都想要 帽小妹 这个鸡 确实绝哈 一绝 这个鸡太顶了 太顶了 过来 过来 不要追 谢谢 谢谢小妹的三货 质量都很赶 很OK 很好就行 哥姐叔叔阿姨 很好就行 因为小妹 不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有那么多的哥姐叔叔阿姨的支持 所以小妹只会把好的东西 分享给到大家的 现在记得还小 到处 都放着呢 到处都放着呢 等到有机会 说实在话 这农场的鸡 太多了 哎 到时候吧 到时候如果说 直播间有特别特别多人想要的话 到时候我看那个链接怎么上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的话就算了哈 到时候今天就算了 那是小黑卖吗 小黑 刚听到你说卖 他都跑了 你看 跑到下面去了 小黑是拿来保护这些鸡的 小黑不能卖 还有哈 还有哈 给所有家人们哈 给给大家说一下 土鸡哈 土鸡 他不管多少年 都不可能超过六七斤的哈 都是五斤左右 最大的都是五斤左右的 知道吗 最大都不能超 不会超过六斤 都看中了我们家的大公鸡了哈 哈哈 但是只有一只大公鸡 怎么办怎么办 家人们怎么办 下边还有 老天爷 是公鸡母鸡都分不出来吗 啊老天爷 我还以为那边还有公鸡 刚刚你们看到那个是大公鸡 哦直接飞起来的看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哈 飞一个给飞起司商人们看一下 他不听我指挥 甩个手打的 来看这儿 跑得还挺厉害 改称农家乐是吧 改称农家乐是吧 你也可以投资资金 有机会哈 小偷叔叔有机会 这样 其实我很早 但是上边路不好走 很多家人们来哈 不一定哈 你们不一定开车 有能有那个技术 我不敢说别的哈 因为这小弟这几年呢 都是走三驱路走习惯了哈 你们看 这个路特别特别不好走 在那个位置哈 特别特别平 你们有没有看到 特别特别平 还有这边 这树挡住了 那边没有信号 没有给他直播哈 在对面有没有看到 特别特别平的地方 弄一排农家乐 是不是从这儿 弄到这儿 是不是再出条路 从这儿过去 想吃山鸡的 是不是直接跑过来抓就行了 我们后面是山后面 山后边还有羊 还有牛 对 这是羊棚 牛棚 看一下 对 所以说 到时候弄一弄个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 现在还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还没考虑到那么多 修的有路可以进来 可以进来的 只是说那个路哈 特别特别窄 像你们平时 没有啊 没有跑过 经常跑山路的 你们跑进来 特别特别危险 对 还有弯道很多 应该有鸡蛋吧 鸡蛋有啊 鸡蛋有啊 都想要 我想要买母鸡 我们这边是不是公鸡的 母鸡特别好啊 老天海拔高不高 我们这边的山哈 像峨眉山 你们大家都知道它峨眉山的海拔 是3800 是不是 3800 4000 像我们这边的山哈 有的山 比比那个峨眉山它还要高 还要高 只是说 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什么老板有那个能力 把这些地方能开发出来哈 现在我们这边那儿 翻一座山 就是海拔很高的地方了 是的哈 两个小时就海拔很高了 卖些鸡蛋吧 这样吧 鸣阿姨 嗯 这这两天 我现在链接还没有弄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小汪这两天不在这儿哈 小汪这两天不在 等他过两天 我叫他过来 过来把这些 就是说 山货 比如说这些就是山东产品 你这些东西哈 就是说鸡蛋呀 包括一些土豆呀 什么的 都给大家上一下 就把 莫小妹 包括是他自己种植的一些东西哈 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想要富就必须先修路 这句话哈 是咱们国家一直以来哈 最提倡的一个事情 但是说实在的哈 像这上边一家人户都没有 如果说你想在这边发展 首先你得靠什么 靠你自己的这些资金来 根本是不够的呀 开玩笑 这地方 修修路哈 别说水什么东西哈 水泥沙 人工 就够你修了哈 够你修了 如果说没有支持 没有支持的话 你是根本修不了的 在这里培养小妹的能力 让他哥哥回家乌龙去 但是我不知道我哥哥愿不愿意 对对对 达不留 sy大哥哈 他之前跟我讲过 让莫小妹在这搞一个农场 就搞一个农家乐 如果说有 有粉丝阿姨粉丝哥哥姐 苏阿姨来了之后 可以好好招待他们 但是现在哈这个可能哈 可能是莫小妹下一步 这也是我在为他考虑的下一步 的走向 但是说实在的哈 做什么东西 他都需要成本投资 是不是 他都需要投资 但对莫小妹的现况来看哈 对莫小妹的现况来看 他还不足以 不足以去弄这些东西哈 等小妹慢慢学吧 对 而且等他自己有些能力了 是吧 当粉丝积累到 就是说一定大家都能都都喜欢 莫小妹了 是不是 都能一直陪伴着他了 如果说你说 就随便弄一个 如果说你看开一个月 来两三个粉丝 怎么办 是不是 像这么高的山 一般情况下哈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来的 是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 因为这边便宜没有信号 我这样问一下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 哥姐刷一门哈 我这样问你们一句话哈 就像在一个这么样的地方 风景确实哈 特别特别美好 像吃的呀喝的呀 都是最纯净的 最原始的 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哈 在这上边 没有任何信号 打电话也打不通 包括到现在啊 郑小迪现在这个手机哈 是没有信号的 是没有信号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们连的是WiFi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连的是WiFi 看到没有 信号是一点都没有 一格信号都没有哈 一格信号都没有 知道吧 所以说我就问你们一句哈 你们到这一地方来 真的受得了吗 真的受得了吗 能不能受得了 就是说 一直没有信号 一个电话都打不通 莫小妹挡住后面的风景呢 那莫小妹 你坐旁边来吧 我坐旁边吧 哇 这样看 感觉好漂亮 更漂亮 搞好了都要回去这边来 确实哈 确实 那也得 也得等到有一定能力之后哈 就郑小迪现在 你们也知道哈 也知道 你我现在工作也很忙 如果说在搞这个东西哈 如果说我不上来帮莫小妹 她一个人 她能行吗 她一个人她能行吗 她不行的哈 她不行的 这么偏 我告诉你们这条路怎么走哈 从到县城之后 再到她旗下的一些镇上面 到了镇上面 因为那个镇在山上 在那个镇在山上 到了镇上面之后 你还得开一个小时 才能到这样的地方 所以说特别特别偏哈 晚上好 慧姐 晚上好 晚上好 灰灰阿姨 晚上好 慧姐哈 灰灰姐姐 什么阿姨 慧姐大伙几岁 对 对 现在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些猪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 那些猪你们连 说实在话哈 你们连见都没有见过 是不是 7点30了 这是在哪里 我们江苏都太阳落山了哈 这边是乐山市 鹅边一度自治心的老熊沟 对 老熊沟哈 老熊沟 哦 有一个人也知道这边哈 但这不是万瓶 这不是万瓶哈 万瓶在那边那边那那边山了哈 这边是这边这边这边山了哈 哈哈 那是不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他全靠我指路发财 莫小妹你说是吗 我绝对不是 应该是我引路 莫小妹去 加油 去奋斗 去努力 是不是 家人们 是不是这样的 这边万瓶是那边那边山 然后我这是这边这边山 你把莫小妹的设计怎么解决了 小姑娘到这是他家 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里面没见过吗 他家里面见 这是我的农场哈 这是我的农场 这是养殖鸡 养殖一些鹅 还有主要是养殖一些蜂蜜哈 养殖一些蜂蜜 然后后山那边后山那边 养殖了一些牛羊哈 养殖那些牛羊 还有猪 嗯 郑老板你是江苏人吗 不是哈 不是我是 成都批线的 批鞋的哈 批线 荷兰一天黑了 你们家还那样子 哈哈哈 走吧 带大家带来看一看 去转一转吧 好 一直在这聊着 你们也看不到好的风景 也看不到 好多一些事物哈 直播人家人们 来到直播间就不要走哈 就不要走 带大家看一看 正宗的哈 纯正的 野生蜂蜜是长什么样的哈 对 还有土鸡 因为牛羊的话 在山后 在那个后山 你们看不到 我们走路上去 也没有信号 后面 后面没有鸡站 后面没有鸡站 像在这儿的一个鸡站 都是我们自己 自己安的哈 自己安的 走吧 看到没有 这些鸡哈 这些鸡都是 放养的 他们随便到处跑 不用管 是不用管的看 翻山越岭哈 这些鸡 骨头硬的很骨头硬的很 到处都在跑 现在是不是还有太阳 哪里来的太阳 这里是在四川 是不是 可能那边看到一些一些 反光 你就觉得你冷不冷啊 莫小妹 不能啊 我都感觉有点冷的哈 你看 一匹疙瘩都快出来了 我差了两斤呀 对差了两斤 你还挺厉害的你 刚你们看到 这是母鸡哈 母鸡 走吧 大家看一看 能看得清楚吗 哇 这好多 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吗 这些蜂蜜才是养殖的 还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猪 我开吧 开吧 小猪可能要睡着 又吓到他了 妈 好像看不到 吃饭家人们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见过 这边旁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最近应该还有 有见过没有啊 这边旁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哦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黄色的 这又是另外一种品种了哈 这是另外一种品种了 有没有 灵灵 呵呵 等它大一些了就放到山上面去 见过你们真见过这样的猪吗 他那个猪嘴瞳这么长的你见过吗 还有刚刚看着他这么短的你见过吗 看 可能哥姐叔叔阿姨们都在网上面看到的 没有真实的见过吧 你看他跑的时候多有劲 你看 走 都比我还有劲 好野心确实特别特别野心 为什么 我会说你们没有见过 你们确实 我敢我敢打 我敢打保证 直播进来说家里面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又吓到了 小猪子要害怕死了 等会点刺的他就过来了 是的 不要打点水 咋不喝水吧 因为我们是陌生有点陌生 所以小猪害怕死了 等一下要不然 走吧 那长这么大了怎么抓得住哈 肯定能抓住啊 像这四周哈四周 都是有围栏的哈 有几百多猪 有几百多猪 拿一点玉米再上去 然后喂他他就回来了 嗯看到没有 纯正蜂蜜哈你们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你们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听不听到 能不能听到蜜蜂的声音 哇 马上马上待会儿这个雾下来就看不见了 哎呦 哎呦 嗯 这过去吧 这过去就信号不卡 这点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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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都都已经摘完了 坐这吧 这休息会儿吧 哇 你们有没有看到 没有直播家人们 你们数一下多少个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十七十四 这已经有三十个了哈 你们再看这下边 蜜蜂的颜色是黑色的吗 不是黑色的呀 是黄色的 我打开看看蜂蜜 家人们 打开 我手手都已经很疼 已经很疼了呀 很疼的 打开之后他要 少不了哈 少不了十多个蜂蜜的攻击力哈 还有打开了他的蜂蜂 这这段时间的话蜂蜜蜂蜜 会容易跑 这蜂蜜多少钱一斤哈 去年我卖的哈 去年我卖的是一百八一斤哈 带包装一百八一斤 这只是说对本地人的一个价格 往外销售的话还不知道多少钱 还不知道多少钱哈 因为每次移到了那个季节哈 移到了就是说国庆的时候哈 移到了国庆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